好 那那個彩曼的部分 如果摩曼你有用過 你會發現他做出來都是單色的 那彩曼當然就是彩色的 所以您可以看一下這裡 好 一樣我把它切過來 好 這裡有一個 在下面這裡有個 摩曼還有一個彩曼在上面 好 在上面所以我們把它點一下 但是我必須跟各位講一下 彩曼跟摩曼他們都有共同點就是 第一個他要求比較多權限 大部分的APP都是有這種特性 那你就 就是自行看一下 因為他 會比較容易廣告 好 再來在這邊 有沒有有 三個功能 那我們就從第一個 第一個這個 彩曼的部分你把它點進來 好 第一件事情 你可以選擇你拍自己的大頭 也可以挑什麼 挑就是你照片裡面的 原則上就是把它對好就好 那因為這樣子 看比較可怕一點 所以我就只好拿起來 每次都要找我自己試 還是 有人要試看看嗎 這樣不好意思 今天有TA來嗎 我上次在中正 叫老師同學出來 他們都不要 然後叫TA都要拍手鼓好 鼓掌叫好 好 那你就自己對到啦 當然你在拍的時候盡量就是要 不要拍那個 比如說我們這樣正面拍 好 OK 然後他就要你對眼睛跟嘴巴 對不對 好的 當然你自己判斷一下你要男生還女生啦 還是中間也可以啦 他現在也有中間中性的 對 你看 好 那 你點了之後呢 做好了你看 上去啦 漆系的 有沒有 啊如果你覺得不喜歡的 好換一個 這樣有沒有換成另外一個 所以你知道那個大頭怎麼做的吧 不一定要找人家畫的嘛 對不對 你 也不用找什麼特殊場景 反正他只有拍頭而已 如果你頭 只要shadow好就好了 好那 當然他有付費的部分 你有看到有一些 要有鎖頭的 有看到的 我們現在看到是這個所謂什麼 男省的部分 這還有其他的 哎 是的 你還有很多選擇啦 二貨 有沒有又更不一樣的 這樣了解了嗎 頭 頭 這裡還有很多 所以 付費會在哪裡 你就知道有些人會為了這個去買吧 對不對 因為他覺得說我都要跟你不一樣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是免費的啊 那麼你除了 像這樣子以外 你還可以搭配一些什麼 你看 臉型 有的人喜歡比較瓜子臉的 有沒有不一樣 還是比較豐滿一點的 像這樣 比較遠一點的 比較浮像一點的 對不對 下巴不要太尖嘛 那 有了這個臉 我們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髮型 好吧 所以你知道 女生現在去 電燙頭髮 都怎麼用了吧 因為真的有啊 現在有些那個髮廊 確實是用這種方式 讓你先挑一挑 先挑一挑 這個大概看到什麼樣子 好這個頭髮 我要去做 他就幫你負責做好 髮型你看 換一個 看一下 這樣有沒有馬上就變了 其實所以你會發現說 有沒有什麼設計 所謂的設計沒有啊 你就是負責 點一點 挑一條組合 就好了 因為每個人可以不同的組合 變化就很多 那 眼鏡啊 要不要戴眼鏡啊 這樣比較舒服 所以應該以後不會我們那個門診外面都用這種的吧 就不用貼 醫生的照片 有沒有 開玩笑 那 這個 另外 你要打什麼文字啦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上去了 你就可以看看 那個文字內容要不要修正 文字內容當然是可以修正的 對不對 可以像這樣去修正一下 好 那另外呢 這個還有貼圖 你可以加個 這個有沒有 好 大一點點 點到他 放大一點點 這樣有沒有就大一點點 旋轉一下 反正這個 應該大家不會覺得太難 就是這樣簡單用一用就有了 是不是就很容易 等一下 如果你確定都OK的 上面這邊有個打勾勾 表示怎麼樣 OK 你真的 完成了 再上一步再往下 可以你這個時候就可以準備做分 分享的動作了 把它儲存起來 有沒有 所以 現在APP的好處就是有很多就像這樣就可以整合在一起的 其實 大家剛剛都會笑就表示這個有 達到 我們 娛樂的效果又有一些使用性嘛 因為很多時候有時候不想要用真正的大頭 去照一張你就可以比較威脅式的用這種方式 好 所以呢 你看我們剛剛這裡 這兩個 這個APP這樣玩過的有沒有比較有感覺的 是線上的 服務也是一樣 只是因為今天網路的關係可能 我那邊demo可能又稍微減少一點 我也能解釋 不是 我們 我不可以